好 那现在时间是12点10分 那我看一下这个 线上参与人数已经有153位上线了 当然有更多人能报名 但是我们中午的时间比较宝贵 我们就按照时间开始 好 那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是这个华和协会理事长邱子恒 那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今天可以邀请到台南市立图书馆 来跟我们分享一个策展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策展是近年来一个趋势 但是图书馆里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策展 跟图书馆的概念能够融合在一起 然后让我们的民众有感 我想这是一个蛮大的学问 那今天邀请到的是 仕途的郭志颖同管员 那他的资历等一下我们当然请原人介绍 那今天也很开心邀请到的是 我们这个市立图书馆的秘书云林 吴云林女士小姐 那大家知道说 洪一真馆长在12月中退休了 那他们现在有一个站间的一个馆长 那等一下云林会跟大家说 那馆长他今天有其他的公务 只能没有办法来做引颜 那我们也很高兴 可以邀请到云林秘书来跟大家做一个引颜 那我是不是就把时间交给云林 谢谢 好谢谢梓恒老师 还有各位图书馆同道们 这样子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 很开心呢今天呢可以就是来担任引颜人 那因为也是我第一次担任引颜人 所以呢我想说在引颜的部分 今天的主题既然是图书馆的展览的部分的话 我想在我们的馆员就是资影这边 跟大家实际上在介绍展览的时候呢 我这边有准备一个简单的PPT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年我在图书馆 他有看到的一些展览的部分 所以呢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内容 请问大家有看得到我的PPT吗 现在正出来了 好今天呢在引颜的部分 我想说花一些短短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把这个主题定多定调在 就是到图书馆看展的部分 虽然今天的主题是展览 那我相信大家其实在图书馆 从以前传统的图书馆的时候 我们最常办的就是一些主题书展 那到现在其实可能就会有引进一些的 艺文展览等等的部分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我们到图书馆看展 到底这个展览的部分有涵盖到哪些的内容 所以呢我的主题就主要分这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主题书展 艺文展览跟空间美学的部分 像我相信在图书馆工作的大家 应该最常办的就是一个主题的书展 那我们过去当中在办主题书展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要介绍一些好书 那常常我们在办主题书展的时候呢 到底要怎样可以吸引我们的读者 他愿意来看这个书展 甚至呢介绍图书 那我觉得在布展的这个功力 还有主题书展的部分怎么布置 还有它的主题是蛮重要的 所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像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 就是我们台南分区资源中心的一些的展览 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呢 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包含了 我们分区资源中心的布置的时候 我们除了设定一个主题 那我们会利用一些的布置小物 那这些布置小物的部分呢 有些当然是可以重复再利用 那有一些的话就是搭配主题 去把一些的装饰品 会让民众觉得说 他在看这个主题书展除了书之外 那他也会觉得就是像是在看一个小型的展览 像这边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漫画的书展 就是我们的那个漫画主题书展 那我们呢我们的馆员也非常的特别的是 他们也想到除了漫画家的话 漫画家我们除了布置书展之外 我们另外利用了一个空间去布置了一个叫漫画家的工作桌 然后呢就在上面摆了一些像台灯啊 笔啊等等的一些素材的部分 甚至是一个画布 希望让民众也可以有一个互动 他看完展之后呢 也许呢他也可以来画一些内容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下面现在下面这张图片 就是呢我们的看展的看主题书展的民众 他们自己读着他随手的一些的涂鸦的部分 那像在刚刚介绍的是我们图书馆的主题书展 那在国外的部分的话 像新加坡图书馆他们的主题书展的部分 他们其实呢 除了摆书之外就是也会有一些的装饰 像大家可以看到右边他很明显的就是可能是一个佛情人节 或者是一个爱情相关的主题书展 那左边这张照片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他的这个主题的内容 他其实叫做staff picks 就是馆员选书 所以有的时候主题书展 我们除了结合节庆 或者是相当其他的一些主题之外 那他们新加坡图书馆很特别是 他们认为图书馆的馆员有专业 所以他们有时候办的主题书展就有一个主题叫做馆员推荐好书的部分 那这个呢也是新加坡图书馆的主题书展 他就是针对于青少年的部分 他就是一个marvel的那个 大家都知道什么漫威的部分 那他除了展示书之外 因为你只有展示书可能不会这么吸引青少年 所以呢 他们就会利用一些可能上网去搜寻一些的图片啊 然后把它做输出 把它去布置一个就是非常让人家就是眼睛一看到的时候 就会有吸睛的感觉 那在日本的这个主题书展的话 像在日本可能因为不同国家文化也不同 所以在日本他们的书展的部分 大家都会发现他书的部分除了秀面展示 他们都还会在利用一些的展示的牌子 说明牌或者是一些图案 却让整个书展的部分变得比较丰富 那在荷兰接下来介绍是荷兰的一些主题的书展 他就是会有一样就是会有一些的布置物 然后呢 甚至一些不管是立体的 或者是一些他们可能就用他们随手 可以使用到的一些的装饰去做一些的布置 那后面呢 这个是挪威图书馆的书展的布置 跟大家分享的是像右边这张照片呢 你会看到 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很常看到的一个那种木梯 可能但是呢 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木梯当作是一个 就是书展的布置的部分 那他不会像传统我们都把它摆在桌子上 我就把它摆在一个利用一个梯子的部分 那也会让整体的感觉就会感觉比较活泼 那左边的部分的话 这个呢 是大家中间可以看到的是目录柜 也是等一下我们馆员会跟大家介绍说 我们的一个主题展览的部分 有的时候馆内呢 利用一些的可能不常用的一些家具的部分 也可以来作为就是一个展示 所以他把这个目录柜当作是一个展示的一个台面 然后把书摆在他的上面 那还有这个部分是瑞典的一些的书展的布置 就是靠一些大图的输出一些标语 甚至是颜色跟小家具的一些的布置 希望呢可以让吸引到让民众他就是对于这个书展觉得说 看起来很不错 然后呢会吸引到他们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像艺文展览 刚刚提到的是图书馆 每个图书馆都会做到的主题书展 那在艺文展览空间的部分的话 像是一些比较大的图书馆 像我们台南的新总馆就会有一些针对于艺文展览的空间 那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有一些的艺文展览 他不一定要真的就是像是去艺朗或者是展区 只要有一个空间的话 他配合一些的文一些的作品 他也可以去做展示 像这个是我们在新总馆的时候呢 我们跟荷兰的部分有一个合作的关系 叫所以呢我们会利用一些桌子 摆设一些荷兰相关的文物 然后呢像荷兰有名的就是他们的 这个应该叫做他们的木鸡 那我们一样就是会摆在这边 然后呢搭配一些海报的输出去介绍台南 介绍荷兰的一些文化 那这个呢是我在沿城图书馆的时候 他们跟日本的一个雄本市的文化展 一样呢就是会用一些海报啊 一些现成的一些小扇子跟一些文物的部分 去做一些小型的艺文的展览 那这样会让民众来到图书馆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上到文化中心 看那种很大型的雕塑展 但是呢来到图书馆 他一样就是也可以有一个小型的艺文展览可以看 然后在空间美学部分 我相信大家到图书馆的时候呢 其实近几年空间改造也会有一些的阅读角或者是氛围的布置 那我觉得其实一个阅读角跟氛围的布置的话 他其实对民众来讲也是一种看展的概念 就是看展的意义上 像这是我们公园总管的一个书目疗愈专区 他会利用除了摆书之外利用一些地毯跟一些币贴的部分来做装饰 那在新加坡公共图书馆 他们的展示部分 像通道门 有些馆我们都有通道门 那在新加坡公共图书馆 他们的通道门 他们也有把一些展览的美学的部分放进去 他在他们通道门就写一个贴了英文字母 所以一看过去就有个hello的感觉 甚至在墙面上的部分 他们在儿童书的部分 不同语言的书 他们也会输出不同语言的一些的文式跟方块 就放在这边 然后去做一个展示 然后这是荷兰的图书馆的空间的一些的布置 给大家参考一下 还有甚至是挪威奥斯路的图书馆 一样 左边这张照片是他们以前旧的那个卡片目录柜 他们把它拿来做一个展示的部分 右边的部分是他们利用他们的楼梯角去摆一些沙发 然后摆一个台灯 然后再加一些书展的部分 去营造一个就是舒服的阅读的角落 那甚至他们在国外的图书馆的时候 他们也会将一些废弃的汽车或者是废弃的家具 就把它摆在图书馆里面去做一些的展示 那甚至这个是在瑞典的部分的话 这个就是在建筑师他们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就会把让空间的部分去做一些的活活化 那主要会分享这个部分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其实所谓的展览的部分就是在欣赏一个 让培养民众他来到图书馆可以看展 那针对于馆员的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馆员其实他我们平常大家都可以做到了 就是我们美的事物人人都爱看 所以呢有些我们不管去逛IKEA 逛HOLA或者是去逛大润发那种卖场的时候 他们为了促销东西 他们也都会去做一个布展 那相对来讲在图书馆也是这样 我们图书馆在做一些展览的部分 也是为了要行销我们的馆场 所以其实馆员呢可以平常的时候 就我们平常部分就去欣赏一些美的事物 然后呢再针对于我们想要办的 不管是主题书展或展览部分 有一些创意的发想 然后另外就是运用一些布置跟装饰 像刚刚我分享的一些照片 他们其实都不是找设计师 有一些可能就是馆员他上网找一些素材 搭配那个主题 然后列印用不同颜色 不同的材质的部分去做一些装饰 那就可以成为图书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展览的部分 好所以呢今天的影研的部分 跟大家介绍这个东西 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说 现在在图书馆展览的部分 其实有一个展览 看到主题大家会觉得展览好像是那种 就是美术馆啊文化中心那种很大型的展览 那我这次分享的内容 其实也主要是想要告诉大家 在图书馆的展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意象 很多不同的内容 所以不用帮大家自己 大家不用担心不用设限说自己 好像我不是设计专业啊 然后呢我也不是什么美术系相关的 其实我们都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周边的部分 然后去发想一些有趣的主题的内容 那就可以看得出 可以帮读者创造出一些不同的展览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呢要请我们的仕途的 我们的推广组的郭姿营馆员 然后来为我们分享一下策划属于图书馆的展览 那我们的姿营呢 他大家看他的简介会发现 哦他是艺术相关背景的耶 然后之前又是设计师什么的 好像觉得好像他很适合 来当这个策展展览对他来讲 可能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要分享的内容 大部分会是在一些主题的发想跟执行的部分 那姿营他在来到图书馆的大概就是两三年的时间 曾经也担任过许时音图的负责人 现在在我们推广服务组担任主员 那今天呢就会由他来这边 就是让他从第一线的角度 就是他实际当一个策划人跟承办人的时候 当他被长官交代说要办一个展览的时候 那他是怎么样子去进行这一个展览的内容 那希望等一下的分享的部分 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收获 那如果在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利用聊天室去提问 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会有个QA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时间交给我们的姿营 我要分享 有吗 各位同道午安 那谢谢袁林秘书刚分享还有介绍 我是凯南市义图书馆的馆员之影 那因为我求学时期是美术相关科系 那在业界就是有扮任产品设计师 还有艺术行政的相关经验 那今天除了分享我们翻书问金所书号 占卜悬书展的展览策划 也会以展场规划的角度来向大家介绍 希望能让大家对于图书馆内办理展览的这个主题可以有所收获 那展览跟图书馆的关系 那图书馆它现在已不仅仅是长书格的一个单一功能 图书馆策展是一个沟通 它跟读者之间就是一个换位思考了解当今读者需要什么 那如何将图书馆的馆场以不同的风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让读者以另外的视角认识图书馆的馆场 让馆场更容易被亲近被民众喜爱 那我们就是要我们在办理展览 所以要思考如何让读者观展 也就是同时考量安全发挥更全面的影响力 那我们新总管自开关以来分为合办自办还有腰展的方式 办理各式多元的展览 我会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那今天的简报以图书馆展览空间介绍 展览办理方式 还有我们班书问经展览的规划去进行介绍 那首先我们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男士图新总管的空间 那这边是我们的六楼展区 我们在六楼有一个T字形的展览空间 那这边是我们一楼的展区 我们所书问经 班书问经书书展的展览是在一楼的展区做规划 那我们馆内还有三大公共艺术 那这边三大公共艺术的第一个艺术品 正宫是英国保罗作家的作品 那当初因为在新总管县城的时候 遇到疫情 那保罗艺术家他是没有办法 亲自过来到我们馆内 所以他是透过视讯的方式 跟公共艺术团队协调一片一片的调刮调整 才会完成如此壮丽的艺术作品 那他的材质是压克力版 还有金属悬挂基建的材质 那全部总共有311片组合而成 那部分的压克力版上有隐藏的文字 像是思想还有语言等等的中英文字 那这件作品他意涵起源于对风的想象 因为风的吹拂就好像触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他象征思绪不受拘束还有框架 就呼应我们图书馆中的馆场 提醒读者执本阅读的快乐 还有想象的自由 那这件作品他就在一楼的大厅处 他不仅仅是引入馆的注目焦点 他也表达了图书馆 还有知识交流之间的相互关系 那这件作品的话是在我们24小时 自助借款书机的旁边 那这件作品叫做时间存在 它是学位线的作品 那他这件作品是用金属马达 还有电力所构成的机械电力的互动装置 那作品中的大圆盘牵动的手工打造的小圆框 连接在小圆框上面有额毛笔 节奏性的挥动 他在作品上面的书本也会轻轻的摆动 那作品比较刚硬的这个特质 他表达比较柔软的性格 展现出空间还有身体的一个互动的表现 那第三件艺术作品的话是在我们的B1儿童区 那他的作品名称是阅读书籍传阅时空 是菜节新的作品 那这件作品一组是六件 内外各有三件 户外是用玻璃纤维 室内是以纸缰为主要的作品材质雕塑 那作品是在儿童区的下层广场 那就是在亲子读书休闲之余 我们室内室外的一个休憩的广场 以阅读还有穿越为主题 象征知识带来的想象空间 那这件作品跟落地窗进行结合 利用穿透性的视觉 他将半透明的书本意向输出贴在玻璃窗上 就割出内外两个空间 以过去还有现在做一个有趣的联想 他的两件作品会相互对望 营造出现代还有过去 有一个时空的跳跃性 那玻璃窗输出的内容是 星象图染色体还有世界地图 都是人类一直以来对于世界探索的方式 那像纸张啊书本 就是用记载还有传承的工具 可以看到就是恐龙鳄鱼啊 人类星星这样子有个时空的交流穿越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展览办理的方式 我们有合办 那自开关以来的话 我们首先是有跟故宫服务院合办一场一起冒险 那他就是有透过投影的方式 就是下面左下角这张图 是跟故宫服务院办理的一起冒险展览 那还有我们目前是跟台湾博物馆 有一个会自然的博物画里的台湾的展览 那这个是在六楼的艺朗展间 那接下来还有跟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 办理我的作品会完成 那这三个展览都是透过专业的 就是移展的方式 他们过来我们这个空间去办理 那我们同时也会规划像是展览啊 像是讲座啊跟工作方的活动 去配合一些展览 那还有腰展的方式 腰展我们目前是六楼 六楼的艺朗空间 我们有办理雕塑的作品站 那目前是有两个展 过去有两个展期都是雕塑的 那未来我们在六楼展区也会配合学校 就是他们可以申请我们的展览的场地 然后透过选合 然后过来我们这边做展出 那另外的话是自办 就像是待会要介绍的索素号展览 我们之前也有办过一个立体书的创作展 那这个创作展的话 他就是以台湾饮食 风土民情 生态保育等等的作品 以魔术为主要的印象 打开立体书的惊奇 就像一场魔术表演 那就是六楼展区也有一些展示作品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是 翻书问金所书号占卜这个寻书展 那这边是我们展览内的一个印象 那我们首先会规划这个展览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九月份 有一个管庆的活动 那配合我们的管庆活动 我们就就是因为这个空间 我们就是配合办理一个规划一个展览 那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图书馆这个空间 是以阅读为主 那我们要如何结合展览 让民众进入馆内可以就是了解到图书 又可以探展 那我们就是当初馆人就一起构思了 就是一起在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去规划这个展览 那我们会我们一开始去想的方式就是 我们图书馆必须要去教育民众 那教育民众的话我们可以透过所书号 所书号0到9类 就是想要让民众他们进来之后知道 可以学习到所书号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构想 我们就是大家管员在起始广义的时候 我们也有想到说我们可以开发小程式 就是透过程式那读者 就是输入个人资讯就可以分析提供一组分类号 让他们可以找到对应的书籍 那就或是提供书中的一段文字这样子 让他们可以有一个透过资讯的方式 可以收取到他们的资料这样子 那我们遇到困难就是我们城市开发 不像是我们所想到就是我们需要什么功能 那他就是可以开发得出来 因为会有预算的限制 那第二个困难点就是因为不是每一个分类号 他都会有对应的图书 他会有一些书籍是不适合 像是我们管人在找书的时候 有时候像是矿产之类的书 会比较难对应成比较有趣的主题 那第三个困难是经费还有人力名的有限 那我们在想说我们要怎么规划的话 那我们会公园总管留有早期的柜子 那会有比较旧款的分类卡 还有所书卡就是在左边这边是旧式的 那我们依据他的格式规格 我们去调整 然后以展览的方式是右边这边的新式的卡片 那我们也是保留他的格式设定 这样子去做规划 那新式的话我们是有天真的他的条码号跟ISBM 让读者他在看到卡片的时候 他可以透过条码号可以去找到书 或是他可以透过ISBM 可以直接就是在书店之类的 可以直接找到对应的书籍 那所书号也是管发组他协助我们 就是帮我们所书号做一个分类 让到就是相同分类的书籍 可以在同一个抽屉里面 那我们的主题设定的话 后来我们是依占卜的主题去找书 我们分为五个主题 那由管发组列出适合的分类号 那管人在依据分类号去找出适合的图书 那分成五个类别 然后有一些不适合的书 他会或是他没有在那个分类号里面 就会去筛选掉 因为我们已经用主题去找书了 那下面这张图是我们在找书的一个表格 我们就是全广一起同心协力去完成这个庞大的资料 那就是大家会去找依据主题去找对应的书名 然后再将资料还有条码后资料这些去key上去完成一个表单 然后我们再提供给承办的厂商去制作刚刚前面这边所介绍的这个卡片 那我们就是经费人力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些过程都是人力的方式去制作的 那这边是我们制作出的签卡还有所书卡 然后放进我们公园中馆就有的一个就是早期的柜子里 那就是我们就是透过就是这个所书号的分类 我们可以就是让民众可以了解馆场 可以用的资源也借此推广行销我们的馆场 那在我们就是在设定这些概念发想的时候 我们就是同时要思考策展时我们主要的诉求对象是哪一些人 我们是因为最近我们在各个局处 就是大家在办理活动 其实有一段时期大家其实会很常使用就是心理测验的方式 那我们刚好就是打上这个热场就是心理 就是网页上那种心理测验方式 就是大家都蛮轰动然后会去做这个测验 那我们就想说透过占卜测验 好像就是可以了解到读者他们会对哪一个主题会是比较有兴趣的 这个就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展览方式去解答的出来 那我们的规划上就是因为图书馆的环境 它不像美术馆或是服务馆那么适合办理展览 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可行的方式 要如何规划展览这些比较实际面的一些实物问题 因为像是我们一开始就想要用城市开发设定 我们想说我们之间有一个城市然后一个设备放在那边 民众去可能按一个按钮它就会跑出号码的这个方式 可能就会影响到说可能投影设备 我们这个空间适不适合或是它的线路那些 我们要去怎么去做安排 那都是需要再考量进去的一个点 那因为预算及人力上的考量 所以后面呈现出我们就是以比较纸本的方式去做规划 那因为馆员也不是设计师 但是馆员可以透过培养美感的能力 还有与设计师沟通的能力 一起去共同跟承办厂商完成这个庞大的作业 那会有这个早期的分类卡图书卡 是因为早期的图书馆是必价式管理 它就是不像现金我们让读者 只兼从书架上拿去 自己要借阅或是喜欢的书籍翻阅 我们就是会先查卡片的目录 那再填写阅览票到出纳柜台交给馆员 再由馆员到书库去取书 那我们的柜题是1993年公园总管 开始启用电脑化作业以后 就是 就这个柜题就收起来 那我们也是觉得这么 珍贵的一个物品 我们想要就是呈现给读者 他们来就是看看 以前的图书馆是怎么去借书的 那我们刚提到分层股 个分类 有人际关系 健康 产业 下一趟旅行 还有生涯规划 就是我们就觉得 现今读者他们可能 就是民众他们对于这几个主题可能是会比较有兴趣的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展览的主视觉 那么这个主视觉就是我们以占卜这个神秘为主要的构想 所以我们使用黑色还有金色来呈现这个视觉 那就是画面呈现就用线条还有色块表现一个虚实的画面 那也象征他们透过所说号占卜档可以看索内心的疑问 那么在书海中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解答 那我们就是跟厂商在讨论的时候我们的视觉表现是希望可以布置成像占卜的坊间 那入口意向的布置也希望可以成为民众打卡拍照的热点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解说牌 那就是我们在入口处就是会摆放这个解说牌 让民众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一个展区要怎么去使用就是步骤符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接下来是目录柜的介绍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就是早期的目录柜 就是我们特别从公园总管帮过来行总管这边做一个展示 那也是做了一个使用步骤 让民众可以透过这个步骤图 那抽取签卡看到所说号之后 要怎么从乌鲁柜找到自己的一个数字密码 因为民众他还不了解分就是0到9类的分类的时候 他们看到这组数字他就像一个神秘属于自己的一个密码 对很有质感的解说牌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签卡 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分为五个大类 就是民众可以依据他们心里面的就是他们的疑问 就是有分为人际关系健康财运 下一次旅行还有生涯规划 会有旅行是因为现在疫情 大家不能出国 大家可能就是会满心期待的说 就是当国境解放之后 我第一个要出国的地方会是哪里 也不一定出国国内旅游也可以 就是我们的 就是对应的解答就是都涵盖了这些地方 就是可以提供民众一个 就是选择太多的可以给他们一个解答 一个指引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将签卡还有缩签结分成卡牌的形式 搭配不同主题元素还有色调去设计 让他们抽取签卡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就是占卜的仪式感 那接下来就是为大家介绍的五张卡片的设计里面 那这个是人际关系 我们是用绿色它代表永续 那也代表社交亲情友情爱情的人际关系 那它的叶子是比较圆的 圆叶植物图像设计为发想 它就是比较圆满就是 比较圆融的那种感觉 那这边是健康 那健康的话大家就会想到 银性很长受智慧的象征 那用橘红色也带给大家一个明亮健康 还有幸福温馨的一个感觉 第三个是财运 财运的话它象征权力勇气智慧 还有责任的一个皇冠图像在正中间 那还有下面还有个钻石就是金钱 那也象征高贵光荣还有金色 作为主要代表的颜色 那下一次旅行是以古代航海罗帕 还有一个帆船设计做发想 那蓝色它也象征稳定生涯还有礼制 那是蓝色为主要的代表色 生涯规划是用紫色 它的画面会有一个明灯 它以指引前行的明灯 还有书籍作为设计的发想 它紫色也象征了勇气 那我们展场布置 就是这边是我们和厂施工团队 厂商一起在这边 我们在管庆的前一天 何必把它布置起来 因为会卡到就是我们图书馆的 开闭馆的空间限制 那因为就是闭馆的时间 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留下来失落 所以跟厂商之间的协调 就是我们很常就是下班时间 就是透过网路 就是还是要再去讨论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进到馆内 来做这些布置 因为我们已经闭馆了 就是时间上也是一个需要去考量的一个点 然后展场的话就是 现有的展览空间 像是灯光啊 还有他们的线路这些去调整 都是事前需要去考量到的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 以比较软装饰的一个布置去呈现 就是把它布置成一个房间 那他们就是我们的团队 因为它布置功力蛮好的 它就是会有一些小的素材 那这个叫做占谱模方 让民众在写完他的心愿卡后 有一个可以祈求 像这个占谱模方去许愿的一个仪式感 然后有一些就是比较漂亮的布置 那我们先用影片的方式 简单带大家去就是走一趟我们的展间 然后接下来我再就是向大家介绍那个步骤 我们下期再见 1 2 4 2 4 4 4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这边先大家一一为大家分解我们进去的内容 这边是我们主要入口的意向 就是民众会在我们展间的入口处可以有一个主视觉去拍照 那我们是做一个微立体的方式 那有悬挂书籍啊名灯这些其实是用线悬调的 那可以去就是它可以稍微就可以拍那个动动图 就是就是实际上年轻人很流行的动动图 就是可以就是稍微有一些身体的运滤感 然后这边是入口处一进去我们就会有刚刚介绍到的那个占卜物 然后这边是入口处一进去我们就会有刚刚介绍到的那个占卜物 步骤的图的一个告示牌 然后旁边这边就是会有放置心愿卡 那民众进来的时候就在桌面这边可以依据他们想要取下的心愿 就是他们想要人际关系或是旅行健康财运之类的 然后拿取他们想要取愿的主题的卡片写上他们的心愿 那背后我们有就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留下他们的名字 还有联系方式 那在投入我们签筒的时候 我们每个月会从签筒里面的卡片拿出来抽奖 就是让他们就是取愿会得到一些小小的会小礼物这样子 那这边就是他们写完心愿卡可以将他们的心愿卡 投入对应的一个筒筒里面 就是在这边 那么就是每个月会从筒筒里面在收集出来去抽奖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抽签区 那就是投完心愿卡之后 依据刚刚学的心愿我们就是去随机从三个盒子里面 随机抽取抽取卡片 然后去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密码 就是锁不锁号 哎 又跑掉了 然后会有占卜的步骤 那就是在到刚刚的柜子那边去找寻书籍 就是我们也是有新排序的从分类号去找到自己对应的书籍 那右侧的话就是我们新我们有我们展览区的卡片 那左侧我们放置了旧式的书柜柜题 让民众除了可以去互动的一个游戏之外 也可以去了解早期的一个柜题跟早期的展示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在我们执行的层面上就是会 因为我们馆员不是专业的策展员员 然后大多数的图书馆也没有编制策展 还有办理展览的专门的负责人员或是组别 纳入展览的业务 所以我们执行层面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政 就是我们原本的就是业务啊 或是我们馆内的空间的一些配置 还有馆员的分工要去怎么去分 就是做这件事情就其实就会变成大家每一个组员要 就是为了这个展览就是有一些比较多出来的一个业务 大家要一起共同来就是合作 那就是展览开始的时候就是会有要如何展览 维护我们的展品啊 然后我们的东西维护会不会被破坏的这个状况 然后就是我们跟民众互动的过程就是借由心愿卡 我们可以去了解读者他对哪一个主题会比较有兴趣 就是这个是实质我们可以直接看得到民众的回应 那就是透过这个展览就其实可以了解到民众他们的回应 让我们可以在下一步可以做得更好 像是我在展间就是会有遇到说有小朋友啊 他就会问妈妈说妈妈我的心愿什么时候会实现 就是他们是真的去很融入在我们规划的这个空间 或是也会看到真的有读者就是对着我们的那个占卜模方在许愿 对就是真的大家非常的虔诚 就是对就是可能图书馆之神会为他实现心愿这样子 那像是我们就是也有一个占卜步骤 那其实大家可能会看过去会觉得没什么 可是像小朋友当他们很融入在这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 他们会很认真的带着就是大人啊家长 他们要去怎么去使用就是一个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去走完这个流程 就是他们会严格的限制他们的家长入口就是入口出口就是出口 是不可以乱走的 对然后我们就是刚刚有提到说目录柜的部分 我们右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右边就是比较白的那个分类卡 那就是我们在依据这个展览来特别制作的 那左边这个抽出来的抽屉 而一开始我们是有抽出来让民众这样走过经过 可以看一下在1993年以前分类目录柜是长什么样子里面的卡片是怎么呈现的 那因为就是安全的疑问 因为小朋友可能身高比较矮怕他们会撞到 就是因为我们原本都有做防护 可是难免会有就是那个胶条会掉下来 所以我们后来是抽屉是合上的 但是可以让民众他们可以就是偶尔可以抽出来看这样子 然后右边是民众他们在找书的一个图片 那这边是我每个月心愿卡的统计 那就可以看到说我们9月是9月17号开展 所以他的人数会稍微少一点 那10月份因为我们9月的管线活动是梦想图书馆 让民众可以投建就是他们办理 他们梦想中图书馆会办什么活动 所以10月份民众入管参与活动 可以办理的活动比较多参与的人数就稍微高一点 那也影响到我们展览的一个互动的人数 所以10月就又更高了 那依据每一个主题去分类 那其实就会可以看出说哪一个主题是民众他们会比较有兴趣的 那接下来我做一个统计 你发现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我们没有哪一个特别高或是特别低 那最高的是生涯规划它是24% 那我们应该是图书馆这个空间 那大家进来就是念书啊或是求知的这个读者会比较多 那对于生涯规划的问题也会比较多 然后我有挑了一些心愿分享 然后我们抽的卡片是随机的 但是就是我有找出就是可以对应的书籍 这样子让大家有一个抽签的那个感觉 民众在写完心愿卡去抽出来的签卡 它上面就是只有左上角的这个号码 对然后所以它去目录柜那边找到的卡片 会是画面上呈现的这张白色的这个卡片 它就是可以抄写就是手动抄写 它可以或是用相机拍摄下来 那它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上门馆场查询系统去查询 或是可以用透过ISBM去就是找到那本书籍这样子 那像这个民众他许下他想要有一个被讨厌的勇气 那他可能抽到的签卡是告诉这位读者说 把讨厌的人当成另类的贵人 那他的心灵上他就是会有一个互动性找到一个解答 就是我们这个展想要呈现了一个有趣的一个互动性的展览 对然后这个读者他许下的心愿是什么时候会脱单 那这张卡片他抽出来的卡片送出他说享受单身 就是会有一个很互动性的一个好玩的地方 然后这个红色心愿卡他是健康 那这个小朋友他希望他91岁的爷爷身体健康 那我们的图书馆之神就告诉他说 抗老化需要大量的重量训练这样 他可能回去就可以跟他的爷爷说 爷爷要回去做运动的这样子 对然后这个是这位读者他应该是希望疫情过后 身心里都就是疾病不来一定养成好习惯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签卡可以提醒他说可以松脏你的焦虑啊这样子 那当读者在看到这些签卡的时候 当他的抽出来的签的书籍名称 如果真的对应到他的心愿的话 他可能就会对这一本书籍有兴趣就会去借书 或者就是去找寻这本书 对那像财运的话大家可能就是股票想要获利啊 那他抽到的签卡可能是告诉他股票不要乱买 对然后生理健康 然后像这个还蛮多小朋友他的许愿就是希望家人啊 妈妈妈妈妈妈可以财富自由单位保住婆这样 那他可以就是借这本书回去给他的妈妈看 对然后旅行也蛮多人希望的然后就是我们除了就是国外的旅游啊 然后像这个是希望外婆去爬山就也有针对就是也可以符合到 然后像最近露营很红我们也是有露营的书 那也有就是找一些台南的一些书籍可以推广台南的旅游 对然后就是大家在工作上难免会询问就是对于工作上会有一些疑问 对就可以推荐一些书籍给大家看 对然后像小朋友希望考试80分以上或考好一点 那就告诉他没有问题一切都可以趁心里 对然后像他想养一只猫那就管他的这只做吧这样子 对就是我们的书籍就会找一些比较有趣的 也可以符合去对应到我们主题的书 就是希望可以对应到民众的一些他的心愿 然后抽取出来就会觉得有对应到好像真的有在回答我的问题的这个感受 对那我们就是每个月都会安排抽奖活动 就是增加读着他观展的一个兴趣 那我们就是每个月抽出 嗯嗯 就是我们就是抽奖出了 就是公告在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就是让读者可以看到看到这个讯息 那我们因为心愿卡又有手机联络方式 所以我们都可以再点握得到读者这样子 然后未来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我们就是希望 因为我们目前导览的志工不是太多 因为我们的开馆时间是从早上到晚上 那如果我们在展间都需要安排一位人力的话 我们志工的数量会需要非常多 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培训导览的一个解说 志工在定时可以定点解说 让读者可以更加了解展览的内容 还有图书馆的历史 那像我们也不只是有趣的一个 占卜的一个互动式展览 我们在旁边也是有展示 以前就是公园总管或是早期图书馆使用的一个目录柜 那希望读者就是借由轻松的方式 可以去了解到图书馆的历史这样子 然后我想要补充一下 我们这个展览啊 我们的小礼物也不是随便选的 像我们健康的这个抽出来的读者 我们就是我们每个月不一样 但像我们健康就有送袜子 就是我们有男士图限定版的挖宝袜子 那就是穿着袜子比较保暖 那他就是健康 然后财任的话 我们就是赠送图书礼券 就是你看他真的就是 他抽这种奖 他就是他的心愿就是有成真 那生涯规划就是可能是笔记本啊 然后人际关系 我们有跟台南游民的台南在地的 联德堂煎饼店去联名做一款 台南市立图书馆的煎饼 那他借由分享饼干 他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会变好 对那旅行的话是16G的随身碟 就是旅行一定会拍照 他还有一些资料 他就是需要透过随身碟来存取 就是我们的就是连这个抽奖活动 都是经过特别精心设计的 就我们不是随便在用来送礼物的 对 然后那我们就是需要加强的部分 除了展监我们对于图书馆展览的 这个整体服务 就是需要人力上去就是做导览之外 就是我们馆员在规划策划这个展 可能就是平日要多就是参与展览 或是培养空间或是敏感的一个敏锐度 因为像我们在跟厂商合作 办理这个展览的时候 就也不是说厂商他们 他们要去设计怎么样 我们就照单全收 就是他们要去怎么呈现也是要一直去讨论 像是动线然后他们的主视觉 他们要去怎么呈现这个画面啊软妆 他们会怎么装他的像后面那个悬挂的那些 物条要怎么放都是一直一直要去跟他们去讨论的 就是跟他们讨论到很晚 对然后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一个敏锐度之外 然后自己的叙事能力也要加强 因为在沟通的过程中就是你要让厂商知道说 你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叙事能力在表达上也是要就是去调整好的 那策展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就是自己业务本身的行政流程 然后你的空间动线规划就是你在展间读着他是要 因为像我这个互动的展他是有一个时间的 他的那个使用规则是有一个顺序的 所以我的动线要怎么走这些也都是要一直去分场上他们去对的 然后我们要思考怎么去吸引读者去参观我们这个展之外 我们要考虑到安全的重要性 对 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我们指引的分享 那因为刚刚的描述的部分啊说明的部分就是会有一些内容的部分 然后我看有些同道们有一些QA的问题 那等一下的部分的话我就是我们先依序针对于问题的部分 先来做一些一一的回答 那如果说等一下大家还有些不清楚的部分 我们在边再做一些补充的部分 好接下来呢刚刚第一题的话就是呢我们台北医学大学图书馆的 小馆员有提问说翻书问经的名称如何发想的 刚刚自营有提到说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展览其实一开始是我们在 9月的时候图书馆的馆庆要去策划的一个展览 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呃馆员当中我们去呃有馆员他就提到说 诶既然我们是图书馆我们想要自己办的跟图书馆相关的展览 所以呢我们就是先规划一个主题 但是翻书问经这个名称怎么发想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推广组的同仁们他们脑力激荡出来的 嗯 喂我先这样回答 自营有没有要补充的 不好意思 因为7月的时候才到推广组 我原本是在许时音乐图书馆 那其实我过来承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前期已经有先人就是先就是有些脑力激荡 想说就是前面的一些构思了 所以我来的时候翻书问经他这个主题是已经定好了的 然后应该是就是推广组员们就是内部开会有一起想出来这个东西 好像是好像是推广组长想出来的 嗯以上 OK所以呢这个部分刚刚又不小心透露出我们台南仕途的可怜之处 就是人员异动的流动率有点高 好所以刚刚其实主要这些东西其实应该就是名称每个活动的规划 其实大概都是推广组组员他们去发想的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平常大家我们推广组组员他就会去收集 就是可能都会之前我们那个红玉珍馆长就有说一个组员他就要负责去 去锁定一个县市的FB然后就会去看去参考 说其他县市或者是其他的同图书馆同道们他们办了哪一些活动 然后有一些文字的部分就是做内化成为他们的一些的内涵 然后再发挥创意的部分去做发想 那第二题就是有关于和办自办跟协办的展览会是多少场 是我们图书馆开馆两年以来那基本上和办的活动像刚刚静有介绍的不管是跟故宫博物院合作或者是跟台湾博物馆甚至文资处和办的活动 我们大概上目前大概就是三到四档的部分 那因为每一个档的展览我们的展期会是一季到半年不等 像那个跟比较大像故宫博物院跟博物馆的展览它都比较大的话 我们的活动基本上大概都会拉到半年 那因为我们开馆才两年 所以其实如果这样算的话最多目前的展览我们办起来大概不会大概在十场以内 那自办的部分我们自己刚刚也有介绍说图书馆自办的展览就是包含前面的立体书展览跟现在的这个翻书问经的展览 这两个是我们自己馆员发想主题然后去自办的展览 目前就是两场然后未来还会有几场呢 未来我们是希望让推广主至少每一年能够有一场我们自办的展览 然后呢其他就是合办跟协办 那协办的展览的部分的话像平常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有一些巡回展览 那个就是协办那他就是也是会运用我们展场的空间 所以数量的部分大概我觉得合办大概一年大概会有也是两场 然后自办大概一场然后协办的话也是二到三场不得 这样子好下一个问题 东海大学的馆员 婷婷馆员询问的部展要花多少时间跟能力的这个部分 其实不管是合办自办或者是协办 我们一定都是有委托专业的厂商 那这专业厂商就包含说刚刚大家有看到的一些设计的部分 跟厂地布置的部分我们会委托给外面的厂商来处理 那比较大型的展览 那有时候展览的部分他会需要一些木工的那种室内装修的部分 他花的时间大概就会需要到一周到两周不得 那能力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部展的人力都是委外给厂商 他们来做处理跟负责那馆员这一端所要处理的大概就是会是 布展的时候中间他要去确认说厂商在布展的时候不会损坏到馆内的一些的空间 那再还有就是前面的一些动线的引导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空间 空间的整洁的维护还有一些的讨论的部分 那图书所以我们目前刚刚还有提到合办单位布展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故宫博物院或者是历史博物馆 他们其实他们策展的单位都是已经之前在故宫有办过的展览的厂商了 那所以我们一样就是委托给同一样的厂商 然后他来把整个展移展到我们的台南示意图书馆这边 那一样事先都会先要做一些厂开 因为毕竟展览的场地空间不一样 所以他的展览势必要做一些的调配 那合办的部分的话 图书馆的立场会比较像是我是提供场地的部分 因为展览的整个主题的规划呈现的部分 还是会在主办的单位像布公或者是历史博物馆那边 所以他们一样也会有一个主要的承办人 然后跟我们馆员这边来讨论说 那这个展览他要怎么样子去重新做调整 然后符合台南市的市民的可以观看的一些的动线 然后翻书问津规模的展览一年会办多少场 我们目前希望一年大概就是两场的左右的时间 就是属于自办的展览 因为办展览其实刚刚有提到馆员都会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馆员不是只有单纯办展览 他其实身上还有其他的活动要做 展览的海报费用是多少 我们刚刚好像有其他同道有问到说 我们整体的展览的费用 其实我们展览应该就是分成布展设计 然后再加一些室内的空间的装置 整体来讲我印象当中加起来应该没有超过 如果是全部的形象设计加起来是不是10万以内 对大概10万以内 然后再加上一些空间的展品的那些布置 也是10万以内去进行的 所以我们这个展览的部分CP值很高 为什么CP值会很高呢 但是这个也要讲到就是说 因为这个展览它当初是文资处 就是文资处有一个我们协办的一个展览当中 然后的厂商我们发现这家厂商它在配合度很高 然后美学也很不错 然后他们也愿意说在新总管这边 然后跟对我们的主题也觉得这个展览主题很很不错 所以他就说那他们愿意年轻的团队 就是一起为这个主题 然后一起去做一些的努力 所以他们应该也没有赚钱 大家应该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然后都年轻人 然后就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展览 好下一题 对一样的总经费 对我们其实零零种种的部分 如果在函上刚刚提到的后续一些的奖品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初估应该是可以抓大概在30万以内 对因为刚刚还有提到上说我们的目录柜有一些的运送啊 然后甚至一些空间的布置的部分 所以大概就是30万元以内 不过我觉得这个我们有点压榨厂商啦 我们自己要说就是大概30万就是CP值很高 然后厂商也是愿意就是不计成本的 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展览的部分 好下一题 我想要控制时间 展规划是多久开始准备 然后整年度的部分的预先规划设计规划 我必须说一下就是有关于展览的部分啊 因为呢我们当然都希望说可以提早开始准备 那像管庆的发想 其实我们大概在三个月前就一直有在发想说 我们想要做哪样子的一个展览的部分 跟活动的规划 但是整个全部到定案的时候 其实非常感难我觉得我们整个做起来应该只剩一个半月吧 一个半月有点就是慢慢聚焦 就是有一个主题 然后慢慢聚焦 聚焦之后 然后实际执行 发现又有问题 然后呢 因此又去做重新的调整 然后再到后面去做设计 我们真的是敢在开展前一天才设定好的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不适合大家参考 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如果可以尽早准备 那还是尽早准备的好 那我们也期待的是 希望可以整年度预先规划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像合办的部分 我们合办如果说是可以预先有找到单位的话 我们当然都可以先预先的规划 那没有的话 我们大概都希望是可以提早三个月至半年之前去准备 人力如何配置 我们就只有一个人负责展览 再加一个组长的部分 那只是当然在做自办的展览的时候 我们是跨组的部分 像刚刚有提到 我们就是会把各组都派一个人来做代表 然后他们一起来针对这个展览 有些什么想法去做一些发想的部分 标案设计跟规划的话 因为其实如果走标案 就会相对的有一些行政程序要去做处理 所以我们通常一开始 我们会先找到一些不错的厂商 然后先跟他洽谈他有没有意愿 然后现在就是可能用10万元以内的部分 去请他们一起来做一些设计的发想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比较大型的那种展览 真的就是要透过标案的部分去做处理的 每一档的预算怎么规划 每一档的预算 其实我觉得这必须要看根据主题的内容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使用的空间的大小 然后去做一些的规划 所以其实没有一个决定的 没有一个绝对值 我们没有说每一档展览可能就10万或20万 没有我们可能会根据他的那个展览的大小 然后再去做一些市场的仿价 展览的道具跟展板结束后 像刚刚我们会看到我们的那个翻书问经 有很多的装饰物跟小物 那个结束之后其实应该就是厂商就会带走的 那有一些的家具展板部分其实都是厂商会带走的 因为那个并不是我们买断的 所以有些部分是厂商他可能自己本身自己有的一些的装饰物 他就是拿来做装饰 结束之后他们可能就是带走 然后其他的他们去其他展览的时候又可以拿出来 就是在做一些的布置 就那个不是属于买断的部分 所以我们展览结束之后 除非是展板有一些设计的部分是我们的 我们可能就是可以留下来 然后再做未来再做一些利用或者是做一些展示 那一些装饰物的部分的话就还是归那个厂商所有的 好 下面还有吗 新北市图展览期间需要管员在内服 目前是没有的 因为但是那时候我们在展览在规划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有想到要怎么样子去让民众他知道 那个第一个步骤是要先写心愿卡 第二个步骤抽签 第三个步骤去目录柜 所以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能力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动线规划跟展览的策展 甚至一些标示的部分 我们就有跟厂商讨论 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做好这些引导的部分 那如果是针对于颁访就是团体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本身有那个参访导览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的导览志工 他也许就会去帮忙去做一些规划跟引导 那因为我觉得我们馆内 我们那个展览的动线一进去路口 第一个就有笔跟纸要让他们写 所以整个动线这样子的一个走法 其实民众他都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做一个执行的 但是刚刚也有提到 就像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 就是如果我们能力上可以的话 或者是有志工的话 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安排比较多的导览志工 那让民众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 他可以去多一点去介绍 为什么我们会策划这个展的理念 甚至去介绍目录柜 他的一个缘由跟图书馆的一些的连接性 要不然大部分的民众他可能就是觉得 装很漂亮很美 然后就自己走了一圈 然后可能你就也不一定会发现到 那个目录柜是什么这样 虽然我们在墙面上都有一些的告示 跟一些的说明文字 好谢谢 再来下一题展览有多少人会参加 刚刚知营的简报当中 有分享了就是每一个月大概有1000多人 但其实这1000多人是指写心愿卡的 真正写心愿卡的 那因为我们的入馆人次 频率大概就是3000到4000 也有很多是他不一定有把投入心愿卡 然后他可能真的去过做观展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以我们管的入馆人数来讲 这个展览是位在一楼 所以呢他大概每天的参展的人数 我觉得每个月参展人数几千人 甚至假日的时候都蛮多人的 好 测展时网路图片 像刚刚也有其他人有问到就是那个漫威的展览 那个漫威的展览其实是新加坡公共图书馆 他们做的一个展览的部分 他们去这样子做一些的输出 但是以我们自己台南示意图书馆 我们在做主题书展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担心侵权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网路上在找一些图片或者是布置的时候 我们会找是那种创用CC 就是它是可以免费授权的部分 或者就是它是提供在网路上可以让民众免费下载的那些图去做一些的布置 所以这部分可能在大家在布展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好 奖品是什么 刚刚有特别提到 刚刚自宁有提到说我们有袜子有随身碟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煎饼的部分 就是小礼品的部分 好下一个时间上 好目前提问是这样子 然后我再看一下聊天室的部分 大家还有提到的问题就是 主题需要准备多少图书量跟人力 做签卡的配对 主要这个部分要跟大家再重新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策展的部分 我们一开始是先决定主题 就是说民众想要问他是哪一些的主题 那像他如果是问财运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就请管发组针对于财运的部分 然后去锁定哪些分类号 然后我再请管员去找那本书 就是书名的部分是可以翻出来 然后对应到就是他是比较一般性广泛 都可以回答到读者问题的部分 所以在挑书的时候呢 就是请我们的管员 我们那时候是将近四五百本吧 就是我请每个管员全主的全管 大概将近三十几位的管员 然后他们先根据分类号 然后根据书名去挑 挑完之后再由我这边 我会统一的就是去看哪些的书名 他是适合的 所以其实我们整体的进展的方式 他并不是说 我想要问民众的心愿跟那本书 不一定真的是match的起来 因为呢 他其实是财运的部分 他可能会说 我想要怎么样赚大钱 我不知道民众他的心愿是什么 但是我确保的是我挑来的这些书 他的每一个书名 其实都是可以符合 都是共通性 好像很适合每个民众 他不管是问什么问题 你是小资女 还是你是小学生问问题的时候呢 他的那本书的书名 就是可以很符合给大家的 例如什么赚人生的第一桶金等等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管员专业知识 最后去做一些图书的筛选的部分 好 我可以 最后其实大家可以 如果平常有在看的话 你们可以上网找一个叫做 我们那个线上说明之书 不知道大家 我这不好意思 我找不去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 Google可以打一个叫做答案之书 它就是一个线上版本 就是说你想要 自己默念 你想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然后随便点一个键 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字 告诉你说你今天的一个人生 今年的一个解字是什么 我们其实是根据那个的部分 去做发想的部分 书展的书是馆内原有的书哦 但是呢 其实书都会被借走 所以呢 我们其实在那个书卡上面 是介绍那个书名 然后还有一个QR Code 让民众他可以上网搜索 那QR Code 他就可以去预约那本书这样子 好不曉得这样子的回答 大部分应该都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了 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就是上网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我们很多的部分这些细节都是脑力激荡之后呢 找到问题之后 然后就再去找一些解决的方式 那如果想要再知道更细节的问题 或者是想要知道CP值很高的厂商的联络资讯 都可以就是在问我们的资议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要谢谢云林 那也要谢谢资议今天的分享 那今天的问题和参与都非常的热烈 那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男士图今天的一个分享 那接下来在结束之前做一个很快的预告 那明年年度我们一二三月的场次已经安排好了 一月是陈格丽老师会跟大家谈一下越南桌的部分 二月是张国斌老师会讲到CIS在图书馆的应用 那三月我昨天才找到谷主 是一个我们新竹县的图资科的科长配学员 那他会跟大家分享他们这次参加教育部 带大家去这个澳洲的图书馆的一个标杆学习的部分 那欢迎大家参加以外 也希望各位可以把自己的许愿清单 想听什么主题 想要找哪一个人讲 那在我们的问卷里面填达给我们秘书处 我们会进行安排 那最后感谢云银感谢志盈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